好 来看到综艺大人们呢 播出了迈入第八年了 超受欢迎的猜歌单元 这次呢 赤字了200万 打造了全新的棚景 要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受 另外呢 13号即将播出了 最有梗小编线上报道 邀请的小编们包括了新北学姐 Narrowme 还有呢 台湾达人秀 小编安安说 这个粉丝最喜欢他们的人体实验 包括了撕脚皮啦 七天不洗头这些气话 也让主持人说 真的是超有味道的 吴宗泉领衔带着团队 开心举办记者会 厉害了 这个节目这样也做了几年了 八年 七月就满八年了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站在那个后面 音乐要下来 是 我跟那个汉典跟露露就讲 我说这个节目啊 我这个陪你们走七年的时间 最重要就是啊 你看有十亿人次 在网路上收看过我们的节目 我很开心跟两位共同完成这么伟大的一个演出 终于大热门开播迈入第八年 裁割单元在YouTube上观看人次高达2280万 这次赤资200万打造全新捧景要给大家不同感受 另外13号即将播出的最有梗小编线上报道 邀请各个热门网路社群小编 首先登场的是新北学姐Naomi 我跟着市长其实经历了应该蛮多大家都没经历过的事情 身为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小编 随时都要跟在市长身边 工作内容更是暴露万象 其实我们那个粉丝专业有点像是市民的陈情管道啦 对有很多市民朋友在下面留言 基本上我们能回的都尽量回 不只学姐还有广受年轻人喜爱的台湾达人秀 台湾达人秀 小编安安分享他们的网路小观察 我们的粉丝很喜欢看人体实验的影片 所以我们就自己拍影片 或者是一些撕脚皮啊 青粉刺啊 然后像我现在就是也正在执行一个企划 就是七天不洗头这样 看来网路小编不只要有高EQ 更要有超强观察力 看准大家喜爱的事物 投其所好 记得综合报导